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让人气愤的是还把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作为手里的大牌 尽管韩国不是太配合 但拜登也是死不悔改 最近加大了对中国大陆芯片禁售的力度 但这管用吗 即便管用也只是暂时的 当年两单一星也是在封锁中干出来的 近日传来好消息 国内首条光子芯片生产线即将开工建设 中科新通宣布 国内首条多材料跨尺寸的光子芯片生产线已经在筹备 预计将在2023年在京建成 可满足通信数据中心 激光雷达 微波光子 医疗检测等领域需求 有望填补我国在光子芯片代工领域的空白 中科新通是一家比较陌生的企业 因为它成立于2020年5月 时间不长 主要从事光子芯片与系统的研发制造及应用 并在今年拿到了中关村发展集团基金数千万的首轮融资 资金将主要用于拓展光子芯片在医疗检测 无人驾驶 人工智能 光通信等领域的技术与产品开发 并且中科新通还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和政府重大科技专项的承担方 加上能够拿到中关村的融资 想必一定有一定的功底 传统挖机芯片领域 因为国外的技术封锁和打压 目前我们只能实现成熟制程工艺的芯片制造 在高端芯片领域 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 那么自然而然的光子芯片 碳机芯片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被寄予厚望 例如 日前上海市就印发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的 壮大未来产业集体行动方案 提到围绕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 量子测量 积极培育量子科技产业 明确提到 要在归光子 光通讯器件 光子芯片等器件研发应用商店取得突破 事实上 早在去年北京就发布了 北京市关于促进高精尖产业投资推进制造业高端智能绿色发展的若干措施 开篇就提到 要抢先布局光电子等未来前沿产业 也就是说 国家已经明确了 光子芯片是一个重点的研究方向 光子芯片就是利用光子进行计算的芯片 跟我们现在使用的芯片有很大区别 大家都知道 因为光谱涵盖了广泛的波长 范围 许多不同的波长的光子可以同时进行多路复用和调制 并且不会相互干扰光信号 特别适合做高并行的密集线性计算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另外 光子芯片能耗低 发热低 相反 像我们平时使用的手机 电脑 电视机等电子设备 一旦使用时间长或者运行大型程序 就会出现发热甚至是发烫的情况 然后出现卡顿 性能下降 这些都是传统硅基芯片的缺点 并且受限于摩尔定律 硅基芯片的发展已经接近极限 虽然三星台积电都宣称实现了三纳米工艺 但真正选择这个工艺制成的芯片大厂 现在几乎都没有 并且在实现量产的时间表上 三纳米也要两到三年以后 而二纳米甚至是一纳米的难度将会更大 所以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人类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芯片 来取代现有的硅基芯片 那么光子芯片就被认为是一种可能 说起光子芯片的研究 美国从2015年就开始 随后几年 我国涌现出了锡质科技 长光华新 纵会星光 光子算术等光子芯片领域的企业 所以严格来说 大家差不多在同一起跑线 不会像现在的硅基芯片那样落后那么多 让人惊喜的是 华为也对光子芯片领域做了布局 去年就曝光了华为一个 名为光机选芯片 系统及数据处理技术的专利 并且是在2019年就申请了 可见华为已经很早就涉足了光子芯片领域 除了搞自言 华为还积极地参与了光子芯片企业的投融资 例如今年华为为啥博投资了一家 名为微圆光子的企业 微圆光子主要专注于激光器 窄线宽 增益芯片 光子芯片 激光雷达等技术领域 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技术在国内有唯一性 相信有了华为的助力 中国光子芯片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速 光子算术 它成立于2017年 是国内最早聚焦研究光子计算的芯片企业之一 2018年9月获得真云创投 英诺天使基金投资的天使轮融资 2019年获得由水木清华向有基金 常见投资英诺天使基金 真云创投等投资的A轮融资 2020年 光子算术对注了基于自研光计算芯片的 光电融合AI加速计算器 利用光电混合原理的技术 让数据在光电两部分中 完成流动 执行一个完整的计算过程的 混合AI计算 硬件系统 可实现3到80路 1080批视频同步处理 功耗不到100瓦 在混合精度下 峰值算力接近120Tops 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应用 被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企业应用 另外我国还有一个团队 西智科技在2018年 获得由百度风投和 美国半导体高管财团领头的 1000万美元总资轮融资 2020年4月完成由 京委中国和中金资本旗下 中金硅谷基金领头 百度风投继续追加投资的 2600万美元A轮融资 2020年7月完成油和利资本投资的 数千万美元A加仑融资 截止2022年6月 西智科技累积融资超过14亿人民币 可以说是各家疯抢的一家公司了 2019年 西智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光子芯片 原型版卡 这款产品成功运行了谷歌自带的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来处理数据集 测试中 整个模型超过95%的运算 是在光子芯片上完成的处理 测试结果显示 光子芯片处理的准确率 已经接近电子芯片 另外光子芯片完成矩阵 惩罚所用的时间 是最先进的电子芯片的1%以内 2020年 西智科技开发的与光子芯片配套的新型算法 吸引了国内外如谷歌 脸书 AWSBAT级别的关注和接洽 2021年 西智科技发布了高性能光子计算处理器 PACE 在单个光子芯片中集成超过1万个光子器件 运行EGHZ系统时钟 运行特定循环神经网络速度 可达目前高端GPU的数百倍 目前 中国举国之力的体制优势 有利于加快研制光子芯片和光子光刻机的步骤 拐弯换道走另一个新型芯片方向 不去盲目追求美国所制定的西方芯片 反而遭受它的管控 中国实现新型芯片的思路方针 就不会被卡脖子 反倒有能力卡美西方国家的脖子 龙心工程师胡维武 一语点喜梦中人 不要被美芯片企业牵着鼻子走 与其聚焦5纳米等先进工艺 不如专注28纳米或者14纳米成熟工艺芯片市场 只要实现了成熟工艺芯片的自给自足 就能够满足国内芯片市场90%以上的需求 经典之据 中国芯片产能扩大化 大量出售全世界芯片供应市场 今后不需要台积电的芯片 也不被美国制裁与封锁了 这句话非常给力 踏踏实实地发展中国独立自主创新的芯片市场 最好的结果就是中国未来的两三年就不需要EUV光刻机了 中国现在拐弯换道走另一个渠道 研制光子芯片和光子刻机 正在发全部力量来实现 赶在2025年到2026年完成首台中国光子光刻机 EUV光刻机必定直接变为废品机 当今的美国就会把自己锁死了 中国芯片完全有能力抓住 从电子芯片升级到光子芯片的重大战位机密 从而实现中国芯片的换道超车 历史将再一次印证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那句经典名言 打压只会加快中国的成长和超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